单词拼读素季第57天来了 今天咱们还是来看一下字母C的发音 如果字母C身后遇到了E 那么这个时候字母C要吓得瑟瑟发抖 至于是为什么 同样字母E如果出现在字母C的后面 他也是要非常的害怕的 他要吓得瑟瑟发抖 因为字母I和字母E他们两个都是大坏蛋 看到字母C就会打他一顿 看到就会打他一顿 所以说字母C看到两个坏蛋 就要吓得瑟瑟发抖 防止被打所以说他要瑟瑟发抖 发瑟的音 咱们来看一个单词 看见结尾E往前输两个字母 第二个字母是爱 那么这个原因就读爱 前面的复语是 好刚开始很多人就会读作 对吧 但是呢注意一下字母C身后有E 所以说他要吓得瑟瑟发抖 读作 好再看一个单词原因是 前面的复语是字母C 对吧 注意字母C遇到E他要吓得瑟瑟发抖 发瑟的音 读作 读作 诶 诶 注意 呢身后是没有原因的 所以说呢要发他的哑巴音 读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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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个单词原因同样是E 前面有字母C 注意一下 字母C遇到E他要吓得瑟瑟发抖 发瑟的音 读作 诶 诶 注意 嘚嘚身后是没有原因的 所以说嘚嘚要发哑巴音 读作 诶 注意两个了就发一个音 就读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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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各位赶紧去练习一下吧 诶 诶